全球貨櫃海運業績大爆發 陽明海運去年大賺 股價也上漲 員工熬了10年 卻沒領過獎金 向蘋果新聞網投訴 陽明的股價超車長榮 公司到現在還不發獎金 同業都已經發獎金給員工 陽明卻只有一個月的固定獎金 現在公司聽到了 內部拍板將在6月初 發出業績獎金 並且同步加薪 目前加薪和發放獎金的幅度 仍在討論當中 以同業行情來看 預期平均加薪幅度 能有3%以上 由於陽明過去多年來 虧多賺少 這也將是公司近10年來 首度大規模加薪 並且發放業績獎金 航運股的表現堪稱是航海王 然而陽明一位不願具名的員工 卻直言批評 公司不發獎金給員工 卻還拿錢搞運動企業 贊助外面的體育選手 員工質疑董事長 是想當體委會主委嗎 陽明回應 這是教育部體育署 近年持續推廣 並鼓勵企業參與的政策 也可看到各家企業 都積極申請運動企業認證 同時贊助體育選手 也是企業長期回饋社會 協助社會人才培育的管道 因此跟績效獎金的發放 沒有任何關聯 陽明海運過去多年來 虧多賺少 這一次是公司近十年來 首度大規模加薪 並且發放業績 另外像是長榮 每年也都會評估員工調薪 已經在1月申報 預計今年會加薪3%到4% 據瞭解 萬海也是每年固定評估 調整薪水 目前尚未公布 外界預估以去年大賺 今年事況也持續大好的情況下 10月份渴望更進加薪 就是要跟這個海 所以就是不敢放棄這個海的禮物 所以如果每個人 就是要做工作 就是這樣 要有一個目標 對那個目標 就是你一定要滿足 增進去 失敗你就是成功的基本 你就是要我做 航運業的獲利 渴望再創高峰 陽明海運在去年轉虧為盈 全年每股成益 達到4.51元 今年初按照傳統 發放固定一個月的春節獎金 已經預先又發出一部分的業績獎金 由於過去海運市況不佳 陽明近10年來 虧多賺少 只有2014年 2017年 跟去年有獲利 因此已經連續多年 沒有發放業績獎金 跟大規模調薪 隨著海運市況熱翻天 目前陽明相關獎金 和加薪作業 都正在內部審核當中 公司同仁在6月初就能拿到獎金 也有機會在6月的薪水入賬時 就看到自己加薪了